我来 小总 导演 为了一个实习生的位置就色诱 是不是有点 逻辑不通啊 喂喂 你管她逻辑通不通呢 原著就是这么写的 我们这个本子一定会火 十分钟之内上重头戏 赵仔言 狼门冲来 灯瓜 第一集 第三场 色诱 霸道总裁 卫卫 等一会儿你一进来 就靠在门摆姿势 好吗 好 第一集来 过去来 快去 快来 过去 第一集团场 一定二次 进 萧总 听说你们公司 在招聘实习生的位置 你看我 合适吗 那我得试试才知道 这是我的 闻得好 换个角度 再来一次 来 我怎么能做这么羞耻的梦呢 赶快忘记 赶快忘记吧 上班穿什么呢 配合来的时候 这老娘选了几件新衣服 葳葳 您已经到帝都了吧 是啊 昨天晚上到的 这么突然跑去帝都实习 是不是家人有约 今晚的那样 没错 所以你千万别过来当点灯泡 你怎么可以这样 有异性没人性 和你开玩笑呢 我也跟你开玩笑的 薇薇 你这么贤惠的人 肯定已经把小林的家打扫干净了吧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 是啊 不过怎么办 我忘记打扫你房间了 不会吧 薇薇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善良 和你开玩笑的 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赶快来吧 不错不错 那我决定提前点回去 给你勾勾二人事件 顺便试个席 你到了告诉我 我去车站接你 那我过来 上班去了 我过来 怎么看起来像情女装啊 好巧啊 我要不要上去换件衣服啊 别人会以为 我们是故意的 没关系 让他们以为吧 走吧 我去了以后做什么呀 你喜欢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要没事干就行 手游最近在做测试 你去做几天 等熟悉了整个公司 我再安排别的事情 于工正好在这两个部门 都有工作 你跟着他 是的 贝斯 你先进去吧 等会儿我自己找于工就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害羞嘛 我算是明白了 明白什么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老大 这不会就是咱们公司的新员工吧 是实习生 老大 难道这是大神在公司的称呼 老大 难道你们 你们公司的画风就是这样 是程序部的 你以后尽量远离他们 阿双以前有孔女症 在夫人面前 免疫啊 这么浮夸的演技 肯定是表演部的 老大带着为了老板娘来公司上班了啊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呀 老板已经私定中生了呀 我还准备把我妹妹嫁给她呢 你可以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啊 哥哥我可是单身哦 不要去不要去啊 我不能把我妹妹嫁给好人家 也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啊 是不是啊 九十年见过那么帅的火坑吗 爸来老大来了已经到门口了 喂 葳葳 刚从家回来就来报到啊 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 你带着我有属于一下整个公司 我有个电话会议 你跟着她 完成新手村任务 好 喂老三 那合着我是新手村的村长啊 村长 交给你了 喂 师妹 跟着本村长 本村长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 咱们公司啊主要是以开发为主 所以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分为五个部门 程序 策划 测试 美术与行政 这个是我们的美术部 他们的人最多也最狡猾 现在在抓NPC的原型 连我这种长相都不放过了 你是说用你做NPC的原型 那很好玩啊 那这个NPC的原型 是望春楼的老板呢 而且名字叫做如画 他们最近呢 在做望春楼的NPC原型 所以说 我一定会远离他们的 这个是策划部 主策划呢是你的老公 还有剧情策划与书剧策划 其他人是师兄弟 怎么了 没什么 不是吧你 我不就叫了一声老公嘛 不就是老公 师兄我是在想 以后要不要告诉师嫂 你想嫁妇婆 你这样就不可爱了 我刚刚怎么听见有人管大神 叫老大呀 对呀 还有叫肖哥的 黑社会啊 其实我们搞网络的吧 跟黑社会也差不了太多 每天都是起早贪黑 再说了 你看 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 对吧 你说管老三叫总经理 肖总 什么的多俗啊 对了 程序部 我得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公司 最牛的部门 杏玉 好 杏玉 你说 Scott 你故事 阿では 也不跟我啊 几岁 彭女 为什么 那么大人 对了 那这一道 好